Dada為男友主大餐當情趣 Dada這日現身聖誕籌款義賣活動 已經跟一群朋友開了幾個派對的Dada說 為了過一個開心聖誕 一早就已經去了學煮火雞了 不過Dada最想的都是 其實我自己最想當然是有人可以煮東西給我吃 那你有沒有煮的 沒有啊 所以現在暗示在這裡 你都已經明示了 對 明示了 其實Dada和台灣男朋友 都是一起了沒多久 希望大家再給他一點空間 都是剛剛在一起 不是很久 真的在一起 因為之前都因為距離的問題 大家都有想過究竟可不可行呢 所以都是剛剛正式發展 所以都想 多少個月啊 五 六個月左右